这个全身缠满绷带的家伙叫志志雄 他曾为新政府立下汉马功劳 可因为性格太过残暴张扬又知晓绝命资料 于是在战争胜利后就惨遭秘密杀害 也许是命不该绝 志志雄在被焚尸灭迹时 刚好遇到了大雪降临 奄奄一息的他虽感到痛苦万分 但最后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而且因为排汉组织被全部烧毁 志志雄的体内会长期处于炙热无比的状态 他的武器仿佛也感受到了主人的身体状态 于是就导致志志雄因祸得福 修成了极其强大的至高绝学烈火剑法 当然万事有力就会有弊 烈火剑法虽然很强大 可因为不能正常排汉 志志雄的每次战斗绝不能超过15分钟 否则他就会遭到烈火攻心自焚而亡 和志志雄同样厉害的武士 还有飞村剑心 他也曾为新政府而战 杀敌无数 人送外号飞村刽子手拔刀斋 不过剑心是为了新时代的和平而战 在战争结束后 他就立下了不杀之势 并找人为自己打造了一把逆刃剑 那么当志志雄的烈火剑法 和剑心的飞天欲剑流遭遇对决时 究竟谁能取得胜利了呢 在上两集中 双方因为各种外界因素干扰 并没有展开真正的对决 志志雄忙于自己对新政府的复仇计划 剑心则被各路武士挑战应接不暇 直到第二集的结尾 也才和志志雄简单碰面 为了救心爱的女人沈古勋 剑心被迫跳进了大海之中 却又机缘巧合飘到了一座小岛 这里所居住的人 刚好就是剑心的师父 比古清实郎 不过为了方便起见 还是称他剑哥吧 别看剑心在外界叱咤风云 所向拼命 可在剑哥跟前却仍很弱小 为了打败志志雄拯救百姓 剑心打算向师父学习 飞天御剑流的最终奥义 剑哥文言不仅问剑心 既然你想打败志志雄 那为何还要用逆刃剑呢 你用正常刀剑 岂不是胜算更高 剑心打约 自己也曾杀人如麻 有时就连喝美酒时 都觉得酒杯中充满了鲜血 从那以后 他就立下了不杀之势 并把武器改造成了 刀刃和刀背相反的逆刃剑 既然如此 剑哥便不再多言 开始教导剑心 可连续好几天的实战过后 剑心却始终无法领悟 御剑流的最终奥义 剑哥也渐渐失去了耐心 他告诉剑心 求生就是领悟奥义的诀窍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自己不会在手下留情 如果剑心输了的话 他就会彻底死在这 面对剑哥的无情警告 剑心虽然嘴上说着自己 早已看待生死 可当时站起来 他却爆发有了求生欲 果然只有求生 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 剑心也终于掌握了最终奥义 就在剑心打算辞别师父之际 女人者卷挺操却在玉婷帆的情报下 找到了剑心所在的地方 卷挺操告诉了剑心一个好消息 和两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和他一起坠海的神古勋还活着 他被附近捕鱼的村民所救 坏消息是智智雄已经开始炮轰东京 并以此逼迫政府抓捕并斩首剑心 政客们为了取得缓兵之计 只能无奈答应智智雄的要求 当悬赏的告示被左支柱一行人看到后 他们简直快要气炸了 为了对付智智雄才被政府请了出来 现在政府却要通缉剑心 简直令人心寒 剑心从小岛离开之后 没被警察们抓捕 却在中途遇到了玉婷帆首领四奶森仓子 对方为了挑战剑心整整寻找了十年 现在见面森仓子自然是兴奋不已 如果说剑心在没掌握飞天欲剑流的奥义时 四奶森仓子上还能有一战之力 那么现在的话 他根本就不是剑心的对手 剑心将之打败之后 对其说道 请你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仇恨中 我们眼下还有更强的敌人需要对付 再加上卷挺操的劝说 仓子终于从修罗道清醒了过来 随后 剑心来到了神谷道馆 不过神谷勋此时并没有回馆 剑心只见到了高和慧 身为名医世家出身的高和慧告诉剑心 此番去对付智智雄 只要能爬着回来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他就能医活剑心 同时高和慧还为剑心准备了一套新皮肤 只得注意的是 剑心在洗澡换肤时 高和慧也换了一身衣服 如果他也洗澡 且这里只有一个浴室的话 就在剑心打算去找智智雄时 不知是谁暗中通风报信 暴露了他的位置 大批警员冲进神谷馆 开始捉拿剑心 其实单凭这群喽啰 根本就抓捕不了剑心 但他们毕竟是政府派来的人员 剑心还是主动放下了武器 任其抓捕 来到警局之后 高层伊藤博文也明白 剑心是主动被捕的 所以他就说道 放心吧 政府不会真的将你处决 我们只是在为修建炮台争取时间 只要在岸边布置了炮台 智智雄的炮船就不再是威胁 随后 行刑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出发 负责监视这次斩首行动的成员 是智智雄的军师 以及大量的手下 智智雄以为自己有大炮远处猎阵 更有大量的人员保护着军师 维新政府肯定会乖乖听话 可殊不知 政府这边也架好了炮台 再加上剑心等一众高手集结到位 他们已经完全不须智智雄了 此时 智智雄的军师正在那洋洋得意 得意忘形 结果却发现刽子手一刀砍下 剑心非但没死 反而还被斩断了束缚 原来执行者正是警官斋藤一 周围的群众也全都是便衣警察 军师见情况不妙 顿时慌乱地坐船逃窜 不过这艘小船可带不了那么多人 智智雄的其余手下全都死在了这里 把岸上的一众喽喽剿灭之后 剑心等人便坐船朝炮船杀去 一些普通的小贼就不详细讲述了 他们完全不是剑心的对手 能有一战之力的 唯有智智雄手下的第一高手 赖田宗次郎 在之前的碰撞中 剑心曾被对方斩断了逆刃剑 不过如今 剑心不仅获得了更强大的逆刃剑 而且还从师父那领悟了最终奥义 另外一边 喜欢肉搏之战的左支柱 遇到了一位同样精通肉搏的高僧 左支柱边打边问对方 你身为一个出家人 为何要和智智雄助纣为虐 高僧却说 只因天道不平 人心叵测 社会黑暗 军师和智智雄 以及他的女人 都曾被新政府迫害过 赖田宗次郎 因为母亲是小妾病死得早 从小就遭受家人虐待 他本以为 只要自己对别人微笑 别人就会对他好一点 可结果受到的凌辱 却变本加厉 于是宗次郎就微笑着杀死了全家 包括这里跟随智智雄的每个人 哪个不是命运多舛 被逼无路才来到这里的 这世界本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左支柱却反驳说 我本是帮维新政府而战的赤豹队长 在战争胜利后 也被政府当成了弃子 可只要世间和平 百姓不再遭受战乱 我即使过得苦一点也罢 最后 左支柱以一招猴子偷逃 打败了高僧 剑心这边 凭借着结实逆刃剑和高超的剑术 很快就将爱笑的 赖田宗次郎打得哭笑不得 剑心并没有杀了对方 而是对他说道 我们不能以个人精力 的人生道路上能领悟到人间真理 赖田宗次郎毕竟还是个孩子 当认定的强者生存的观念被打破后 他本人就暂时陷入了癫狂状态 终于 轮到智智雄本人出马了 因为排汉系统被毁的原因 他必须要在15分钟内解决战斗 智智雄的烈火剑法生势害人 仅仅几个回合 剑心便落入了下风 好在关键时刻 斋藤衣和左支柱 甚至是四乃森仓子也加入了战具 可即便如此强大的智智雄仍立于不败之地 这倒也不是说明 剑心不是智智雄的对手 因为剑心使用的毕竟是逆刃剑 他的剑砍在智智雄身上 伤害已经被大大削减 一个是因为排汉不能打持久战 一个是立下不杀之势只使用逆刃剑 可以说两人的实力都没能完全发挥出来 再次大战了几十回合之后 其余三人皆体力不支 不能再战 唯有剑心和智智雄仍有余力 此时时间已经临近15分钟 智智雄的女人祈求剑心 你们不要再打了 智智雄却趁剑心分神之际一刀刺出 此情此景女人非但不怪智智雄 还深情地说道 自己很开心能在战斗时第一次帮到智智雄 智智雄回应道 你先去吧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把女人放好之后 已是强弩之末的两人决定用拔刀数分胜负 怒气早已攒满了两人同时大招全开 一方是飞天欲剑流的终极奥义 二段天降龙闪 一方是体内炙热无比所释放的双烈火攻击 最终还是剑心更胜一筹打败了智智雄 不过智智雄却不是死在剑心的手中 仍能继续战斗的他 身体在此时已彻底到达了极限 被自己体内炙热的火焰给活活烧死 此番凯旋归来 众武士也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剑心也对神古勋表露了心意 新来年代 静雄殿 共和尊与 共和尊与 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